苏晴雪 愿以自身为媒 七成财富为聘 只求其林子 赐上一字 我都首付叶佳叶秋霜 奉家父之命 斗胆前来请其林子赐字 若得一字 秋双愿以身相许 叶家世世代代 围辱成仆 天下第一武道宗门 南宫井前来拜见其林子 素闻其林子神笔点龙 以得无上造好 一字便可新国运断生死 我今日来求其林子赐字 护我南宫义族万世昌龙 天下五道十万强者 南宫义族就占六七 就这还需要求自 真是贪得无言 各位 主人叫我传话 神笔点龙 可愧天机 历生死 内涵气韵造化 以诸位的命格气韵 皆受不起我家主人一字 各位请回吧 笑话 放眼天下 我们三家受不起 还有谁受得起 我看是须有图表 不敢赐字吧 哪那么多废话 我倒要看看 传闻中的其林子 到底是不是这么厉害 若是没有 少爷我今天 就砸了你这破其林宫 那我今日便赐你一字 你们已经是全市滔天 身价百亿的名门帽子 别贪得无言 回去吧 一个月前 边境动乱 甚至都来不及 和奶奶和香说一声 就不死而逼 实在是对不起他们 主人放心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将天宇集团手中八百亿的项目 交为省小姐 作为这一个月 不辞而别的补偿 还不够 先要这么多年 不但对我好 对我奶奶更是照顾有加 甚至远生我这个孙子 区区八百亿 不够 你主人的意思 我要赐字给省家 省比点龙肯利乾坤 说到底 是利天行事 若省家气云不计 怕是 无妨 有我其林子在省家 即便气云不计 我也能逆天改名 是 娜娜 娜娜 小雨 真的是你吗 让我来看看 这一个月你哪里去了 你怎么在吃这个 这不是我姐夫吗 这一个月不见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是你对我奶奶做的这些 你奶奶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保姆 我想让她吃什么就吃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太说了 这可是我姐的意思 不可能 沈显尧心里善的 绝不会这样做 谁说我女儿不会呀 妈 什么意思 你这个废物也配叫我妈 既然来了 那星瑶有话对你说 清雨 我们离婚吧 离婚 星瑶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这个废物还好意思问为什么 平时没什么本事也就算了 这一出去就消失一个月 你也配问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 两天后我们将和天宇集团签约 拿下八百亿项目 从此一月成为江州顶级财团行列 而你也一个吃软饭的费 就因为八百亿 你就要结束我们三年的相濡隐墨 你以为这只是八百亿吗 错了 这代表我拿到了 进入上流社会的门票 有了这个 你我的差距就更大了 我沈显尧 完全没有必要 跟一个一无是处 不求上进 而且还不懂得珍惜的男人在一起 我没本事 我不求上进 你可知我消失这一个月 去干了什么吗 像你这种没出息的废物 还能干什么 肯定是拿着沈总的钱 出去找哪个骚伙去了呗 和这个废物废什么话呀 既然她现在回来了 就赶紧带着这个老不死的 滚蛋 欣雅 奶奶求求你 你赶我走没事 别赶小雨走好吗 小雨是我从小太大的 她是好人 她是真心爱你的 奶奶 给我求她 你这个老不死的 奶奶 你们太过分了 为了区区八百亿 就让我看清了你的真面 区区八百亿 你知道八百亿是什么概念吗 我们星瑶跟了你这个废物 怕是十辈子都赚不来八百亿 这次要不是楚少帮忙 我沈家怎会有一步登天的机会 就凭那个顽固此地 你们相信她 从哪个天影集团的河头 楚少是我们沈家的大恩人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她 她算我屁 没问我 你们沈家何来八百亿的像 沈星瑶 你今时今用的一切 都是我 秦宇给的 闭嘴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说沈家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那我这些年的努力要算什么 大家都说 你是托我的钱才和我在一起 但我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过分 居然说沈家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在帮我 真是可笑 人贵有自知之明 要说帮我 那也只有楚少帮了我 我算是明白了 谁有钱你便跟谁是吧 那我今天也告诉你 你想要的 她楚天给不了 谁说我给不了 她想要的八百亿 我说给就给了 而你呢 怕是穷尽一生也见不到八百亿是多少 你拿什么跟我争啊 听说过麒麟赐字吗 麒麟 就是那个至高无上 神鬼莫测 连谷主见了也要毕恭毕敬的麒麟子 相传 他有一神迹 神笔点龙 他要所赐之字 可看诸天祭运 第万世江山 楚少 您说的是这个吗 没错 有了这个 意味着会有无数个八百亿 星瑶 你不是一直把麒麟子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吗 我动摇了楚家所有的人脉和资源 终于为你求来了麒麟赐字 星瑶 你还不谢谢楚少 楚少 你对星瑶的恩情 我这辈子都还不清 将来楚家若有需要 星瑶愿意赴汤蹈火 陈星瑶 一个月不见 你不仅爱慕虚荣 连判能力都没有啊 他一个小小财团 还妄想麒麟赐字 真是搞笑 我看可笑的人是你 麒麟子的事情 普天之下谁敢造谣 楚家若是没拿到 又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 我妈说 你不论眼界 见识 能力 都配不上我 我不听 现在看来 你是真的配不上我 看在最后的情分上 这里有五百万 你和奶奶 好好过日子 求求你了星瑶 笑语她会慢慢成长的 奶奶 不用劝她 她现在被鬼明星窍 听不进去的 区区八百亿 我都可以给你 这五百万 算得了什么 你嘴还挺硬的呀 这五百万 可够你们俩生活一辈子的 这个老不死的 也不用去跟野猫抢吃的 现在就为了你的面子 这都不要 区区五百万 就想打算走秦先生 还真是自不量力 南宫一族大小姐 南宫一步请自来 望秦先生见谅 沈总 我说的果然没错 这家伙在外边 消失了一个月 果然养了个狐狸精 主人说话 哪有狗叫的份 闭上你的嘴 以免祸从口出 秦先生 之前我弟弟对您不敬 此番前来 特来向您道歉 只要您一句话 我立刻让这些人 从地球上面消失 你这报复的手段 也太低级 以为随便找个女人 就可以向我示威 你是以为 我会因为她吃醋 你也太幼稚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 是你太低估我了 我根本不会在乎 你跟什么样的女人在一起 你只要不拖我的后腿 一切好说 好 既然如此 我成全你 从今日起 我与沈家再无瓜葛 小语 不能离婚啊 新尧是个好姑娘 她 奶奶 您不必说了 沈总未求高位 抛弃了咱们 咱们可不能挡住 沈总发财啊 你离开我以后 希望你能明白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做一个女人的玩物 你的路走不远 是沈家无我 再无器语 两日后的签约仪式上 一切自会分枪 奶奶 我走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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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奶奶就我攻心了 江州可有麒麟宫 麒麟宫乃麒麟子行宫 全世界各大都市都有 江州也不例外 带我过去 重启江州的麒麟宫 是 少爷 这就是麒麟子词字 听闻这字光是看一看 就能改运三年 这要是能摸一摸 还能增瘦五千天呢 这是人的吗 当然 麒麟子能逆天改命 光是一个字 就能让人一步登天 增瘦算什么 那能不能给我 不行 这是我爸费了九牛二骨之力 才弄来的麒麟子 炼子时的一张废稿 你摸坏了怎么办 废稿 你懂个屁 这可是麒麟子的废稿 只凭这一张废稿 就能让我们楚家 震慑江州各大家族 一步登天 你还看不上废稿了 这废稿你看了资格都没有 滚蛋 秦先生 此宫门一开 会立刻灯光灿烂 现实整个江州就会知道 您清零了 既然以真心换不来真心 我又何必隐藏身份 那里是麒麟殿的方向 麒麟子来江州了 姐 他清零海城又赐字给你 难不成是看上你了 姐 咱们要万事留名了 女儿 你快去 他就没来 肯定很多人求见 怎么千万不能落后啊 麒麟先生 请来亲自教练 沈兴尧 何德何能 我一定要把最好的礼物 献给你 好 我马上去呗 奶奶这段时间太虚弱了 派人照顾好她 是 主任 对了 沈兴尧 沈兴尧托人传话 明晚 他希望可以亲自来齐天宫 为您行礼 三年 他未曾送我一份礼物 如今 却尹巴巴地往上凑 果然 全市才是男人最好的名品 这三年 我就像个跳梁小丑 主任 沈兴尧如此薄情 您 我倒要看看 他要送我什么礼物 是 齐林先生 沈小姐见我有什么事吗 星瑶一直仰慕齐林先生 听闻先生赐了我一字 星瑶万分感激 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 沈小姐 你都结婚了 这样合适吗 先生误解了 我和秦宇已经离婚了 三年来 我从未让他碰过我 我知道 全市金钱对先生来说 微不足道 星瑶能给的 唯有着清白之身 还望先生 不要嫌弃 三年 难道他对你不好吗 他不过是个没担当 没胆识 没魄力的男人 怎能与您这人之龙凤相提并论 身子给他 星瑶只觉不甘 但若是给您 星瑶 此生无憾 好一个不甘 好一个此生无憾 三年苦福 没想到在你沈兴瑶眼中 我竟然如此不堪 沈小姐有所不知 我的床可不是谁都能上的 要想上便得爬着过来 先生 你不是想感谢我吗 这点困难就想退缩了 我 既然不愿那便请回吧 先生 您误会了 这点要求不算什么 不论 沈兴瑶 沈兴瑶 当你发现昨晚你废涕心机想睡的 就是在你眼里一无是处 完全配不上你的秦宇 你又会做何表情 沈小姐 这是齐林宴 只有被主人 重现过的女人 才会有 感谢齐林先生 心谣万分荣幸 沈小姐 这时候不早了 主人说 你今天还有签约仪式 你得抓点紧 千万别迟到了 是 麻烦转告先生 我会在签约仪式等他 这一次若有幸 心谣希望 能看清他的脸 好 奶奶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会是 来找齐林子的吧 我不认识什么齐林子 我醒了之后就在这儿 心谣 你不要和小语离婚好不好 她不是你了解的那样 她 光奶奶 如果你是担心她离婚后的生活 我可以答应你给她一份工作 但如果是复婚就别说了 昨天我见到 齐林先生那样的人物 我才知道 三年前我是多么有眼无助 我很遗憾 没能早点认识先生 否则 我绝对不会嫁给像秦宇那样的人 而且 我已经把自己 献给先生了 心谣 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 这是齐林业 独属于齐林先生女人的标志 是无上尊荣 可受万人敬仰 这些 秦宇她给得了我吗 我先走了 恭喜神总拿下天狱集团的巨额项目 从今往后 这沈家 可是咱们江州商界的翘楚了 只要有机会 一定要合作呀 这齐林子 据说可是当年江州百家贵族 为答谢齐林子扶持所见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是没资格动用麒麟子啊 你说的没错 各位 还有一件事 我们楚家 已得麒麟子神笔点龙 今日 别人将与八百亿项目 一同赠予星遥 楚家居然能拿到麒麟次字 我听说南宫家族都没有拿到 楚家殿下 等于是一步登天了 麒麟一字 那可是关系 一国契运之大事 非同小可 就这么交给沈家 那未免也太儿戏了吧 各位 我知道我沈星遥 处处茅庐 变得麒麟次字 大家觉得我不够分量 可以理解 但大家请看 这 这是麒麟印 相传 只有被麒麟先生 宠幸过的女人 才会出现麒麟印 难道沈小姐已经和 没错 我有心和麒麟先生 共度一晚 星遥 你真是我的好女儿啊 传闻麒麟先生 没有过女人 你是她的第一个 那你 岂不就是麒麟夫人了 没错 以后我沈星遥 就是麒麟夫人 参见麒麟夫人 参见麒麟夫人 麒麟夫人既然已经出现 那想必麒麟先生 也要如约而至了吧 没想到 我这辈子 还能有幸见到麒麟先生 就算是死了也值了 麒麟先生她 看来各位 都很期待和我见面啊 看来各位 都很期待和我见面啊 你这个废物 知道这是哪儿吗 还不快滚 我若是不来 你们又怎能知道 给予你们的恩赐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被麒麟子戴了绿帽子的秦宇呀 想必是受了刺激 脑袋出问题了吧 秦宇 我知道你现在很不爽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 能被麒麟子戴绿帽的 你应该感到荣幸 你这个废物清醒一点吧 我们家的星遥 现在可是麒麟夫人了 你要是敢捣乱 小心你的狗命 沈星遥 以我三年的相濡一谋 比不过你认识三天的权贵 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想要的 你根本给不了我 你知不知道 你们沈家闹我今天 全是来自于我的恩赐 真是笑话 你在我们沈家 就是扫厕死我的料 装什么算 秦宇 我知道你继衡 故意来这里想让我出仇 但你应该想清楚 我现在已经是麒麟子的女人了 要是让麒麟子误会 你就是有十个脑袋都不够掉 秦宇 我要是你 我都没脸来这儿 你还恬不知耻地过来自取其辱 真是可笑之极 三年的感情 比不过你身边权贵的三言两语吗 在这个世界 强者为尊 金钱开路 像我们这样身处顶层上流社会的人 说的话做的事 你们这些社会底层的渣子 就得给我们收着 好 既然你们觉得只要有钱 有势 有着世间无可匹敌的力量 就可以随便践踏一切 那我便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强者为尊 什么又是 真正的横压一切 麒麟像心童麒麟 他有泪 乃大凶之兆 难道麒麟子知道这儿发生的事 勃然大怒了 你个废物 真是害死我们了 麒麟像珍贵无比 我们都不敢碰他 你竟然敢如此玷污 简直是不知死活 大逆不道啊 赶紧滚下来 磕头请罪 秦宇 你这是个无可拒要的疯子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国手亲自提笔的麒麟词 这雕像由三名工匠 耗施三年雕刻而成 由上族百家亲自供奉在内 非福寿之人不可碰 竟然敢这么玷污他 他是尊贵无比 大耳等鼠辈共同 只让我觉得恶心 真是不知酒无味啊 这个废物 长期混进社会底层 又怎会知道麒麟像的含义 又怎会知道麒麟流泪 上层将的会是怎样的后果 找死和麒麟子作对 咱也不必拦着 是啊 你倒是不跟麒麟子作对 所以你把你心爱的女人 拱手相让了是吗 你 今时不同往日 我过去是不甘心星瑶 嫁给你这样的废物 而如今 星瑶已然是麒麟夫人 我应当给予她祝福 而不是像你一样 虎脚蛮缠 毁了星瑶的前程 何必跟这种人多废口舌 这个废物已经是强弩之末 跟她说一句话 都是自降身段 笑话 不过是一些身份低贱质 何来身段 你们这些所谓的江城名流 之所以能够成分而起 全是因为我 而我一句话 能让你灰飞烟灭 我没听错吧 这废物要我们覆灭 我们楚家 在江州富贵破天 全可通神 连天语集团 都不能一句话 让我们覆灭 你这个废物 凭什么 凭什么 这麒麟流泪 不是为我而流 而是为你们而流 因为她知道 今夜谁才是主宰 她知道 你们是多么的无知 和可怜 秦宇 管我还想可怜你 没想到你连这种谎话 都说得出口 你根本不值得我同情 有意思 沈兴雍 你明明在乎的是 自己的前程 在乎这仪式 能否顺利进行 满口仁义道德 实则自私自利 你太过分了 要不是奶奶私下里求我 让我给你一口饭吃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 不劳沈总费心 我从小无父无母 是奶奶抚养我长大 而你们沈家 却让我奶奶流浪 与野猫抢放 今夜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无能为奶奶偷摸公道 我秦宇 溃立于这天地之间 今日 我秦宇便会会你们这些 所谓的江州顶峰 若不跪地俯首 在场的所有人 同住 老天都听不下去了 秦宇 自从你来到这里 怪事恋恋 你如此大逆不道 难道就不怕老天 把你给收了吗 我既收命有于天 普天之下 谁敢收 谁又能收 倒是你们准备好 家破人亡了吗 我看你真是狂妄到头了 你这是想 跟这场的所有人 做对吗 先不谈我们四大家族 雄剧江州 百年根基雄厚 就说待会儿要来的 楚总 还有天语集团的那位 站在江州顶点的贺尘 不知这二位 待会儿听到你的狂言 做何感想啊 沈总 我看这个废物 就是以此为借口 故意想留在你身边不走 对 姐 您如今得楚少 和天语集团的青睐 又贵为麒麟夫人 如此尊重 这个吃软饭的废物 怎么可能轻易松口 秦宇 难道你连一个男人 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 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妥协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 我告诉你 我永远都不会对你这种男人 再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感情 屈言覆势 自私自利 攀附权贵 放弃尊严 这种感情 我秦宇不要有何妨 看来对你这种人 根本不需要有半分同情 楚少 秦宇口出狂言 目中无人 你们随意处置 他的死活 与我沈家无关 好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江州权贵 只尊宠一人 那便是麒麟子 你这个废物 又算什么 楚少 这个人疯了 你若是再激怒他 他若再对麒麟相 做出什么不敬 当我们所有人 都会被牵连 你刚才说什么 烦了烦了 你竟敢踩在麒麟相上 必遭天谴哪 麒麟子乃天之骄子 身负国运 他如此尖大麒麟相 星瑶 他不想对付你一个 他想让整个江州的 气势用尽呢 秦宇 你这么做事 让江州百姓跟你陪葬 你就算不为我想 一位奶奶想一想 赶快下来跪下赔罪 跪下是罪啊 真神在此 不见你们败 一座没有灵魂的雕像 却让你们这些 所谓的权贵 趋之入伍 拜 我让你们拜 天上天下 唯我独孙 你们既希望于做雕像 倒不如拜我 给我拜 为何不拜 疯了疯了 你真是疯了 疯 那我再封一点又如何 陈雕像会相爱 江州翻了 今天 你们谁都走不掉 好啊 你是要和我们同归于尽了 我倒看看 你这个废物 要怎么翻盘 众位 既是江州权贵 我 楚天 以楚氏集团少东家 百强商会 副会长的身份宣布 只要你秦宇 还在江州一天 我就会动用我的所有势力 让你和你奶奶 生不如死 以凭天怒 秦宇 不把你献祭于天 孔南平苑 现在就算你跪下求饶 也无济于事了 凭你虚虚楚家之威 想灭我秦宇一程 无意于皮肤汗树 堂臂当车 何知楚家 楚上 秦宇这个畜生 今日此举 天怒神怨 我李家今日 要断你命脉 替天行动 我劝诸位 别成口舌之款 给家人打个电话 告个别吧 凭这个畜生 这一条贱命 怎么可能平天怒 我赵家提议 经受秦室以外 赶尽杀绝 我王氏集团从现在开始 麾下员工只要信秦 统统开除 断秦生路 秦宇 从今年开始 江州信秦之人 皆以你为耻 人人当诸 你就好好当你的过街老鼠吧 断秦是生路 求死不忍 秦宇 你听到了吧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 几十年来 江州权贵 从未如此齐心团结 针对义人 你可真是给你们 性侵的增光啊 因为义人 你们却让无辜百姓猛断 你们也配谈替天行道 叶部大人 这是 神笔鼎龙 快 马上去会场 不得有误 是 龙气滔天 非言之气令人不敢呼吸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笔点龙 秦先生就这么让神笔点龙出现在江州 他是不是喝脱了 放肆 麒麟子其实我等的妄议 马上背离 去会场 这江州百名权贵 我其余一人 屠了 放肆 爸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 敢扬言灭我楚家 既见麒麟 为何不败 哪来的野狗 敢自称麒麟 但我楚中 没见过麒麟子真容吗 爸 您真的见到了 麒麟先生的真面目吗 放眼天下 能见到麒麟先生真面目的寥寥无几 在江州 除了贺老 可就是您了 看来麒麟先生 也对咱们楚家抱有很大的期望了 提前 恭喜楚总了 多谢各位 实不相瞒 我正式得到了麒麟先生的亲旨 来这里 捉拿一些口无遮拦 犹辱麒麟先生生育的 萧小之徒 各位 我爹受麒麟先生亲旨 今日 秦宇这个畜生 必死无疑 各位不必再有任何忌惮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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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我何时见过你 又何时亲耻过你 秦宇 你到现在还不可面对现实吗 难道你要一辈子活在这 遥不可及的梦里吗 女儿 你跟这种废物废什么话呀 我们就看着他 静静地看着他 是怎么样被打血八块的 秦宇 今天你毁麒麟雕像 辱麒麟夫人 罪无可赦 我现在可以让你选一个死法 要么你自己上来领死 要么我叫人让你死无全尸 凭这两头狗 也想让我死无全尸 你 你竟敢还手 是麒麟先生让你死啊 你竟敢还手 楚州你可知假传麒麟生语是何罪 以为你有点身手就可以在这信口湖州吗 天忆集团的贺爷正在赶来的路上 你现在束手就紧 我还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 不要 不要 你们不要杀小语 不要杀害小语 奶奶 您怎么来了 这就是那个老不死的奶奶 浑身臭轰轰的 你不说我还不是路边的乞丐呢 龙生龙 凤生凤 浩子的儿子还会打动呢 像他这样的废物 长辈能好到哪儿去 你们不要杀害小语 老东西 你说的话在我们眼里不过是一条狗叫罢了 哈哈 星瑶 奶奶求求你 你现在归为麒麟夫人帮我们说说话 帮我们一条生路吧 呸 金语这个小畜生把这里搞成这样 还想活着离开 做梦 星瑶 你不要管他 让他们去死好了 松开 沈总 斩草除根 以绝后换 奶奶 我是七林夫人没错 但秦宇的所作所为 天怒人怨 我托此劝阻 他仍不知反悔 这件事我帮不了你 老东西 你就这么想救他 现在有个办法 你现在立马去撞死 我们或许会饶他一命 是啊 是啊 撞死啊 撞死啊 您不用求他们 若不是怕您这血吓到 这群无名鼠辈 全都杀了 这个是当年小语的父亲留给小语的 他说此物 在危急的时候能救小语一命 能够看在这块玉的份上放过小语吗 奶奶 这个玉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为什么我不知道啊 当年我救了你和你父亲 他临死的时候亲口交代 这块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拿出来 否则必有大祸 我今天也是没有办法了 这是麒麟玉 麒麟玉一甲子之前 上任麒麟子的时候就已经失传了 这个东西他们怎么会有 麒麟玉已经失传几十年了 就凭这个老东西也想染指麒麟玉 不是呢 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奶奶 你怎么也和秦宇一样满嘴谎话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已经不是谎话可以解决得了的 你还不明白吗 我有让秦宇溃递伏法 才有一线生计啊 有眼无珠的东西 麒麟玉乃上古宝玉 凭你们这群肉眼凡胎 能见到也是天 还敢不敬 你的演技可真是影帝级别的呀 凭这么个假货 就想活命 痴心妄想 你敢毁我父亲遗物找死 今日你们谁也走不了 别说这破语了 就算你爹从棺材里爬出来 最多也是多一具尸体 等鹤爷一到 你给你身边这条老狗都得死 很好 我会把你们这群人 仰仗的东西尽数摧毁 让你们慢慢感受绝望 也不当然请您放心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 我贺尘辞去天忆集团总裁的职位 看来 你还没有搞清楚啊 你们这些底层渣子 就是我们手里的玩物 秦宇 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无耻 你害怕局面控制不了 竟然让奶奶做这种事 无论怎么样你都逃脱不了 但是你要奶奶卷进来 你真的该死 不过是一群不入流的东西 也值得我害怕 就算是贺尘站在这 根本不够看 天忆集团贺爷到 你还不快扶老人家坐下 贺爷您误会了 这老不死的是这畜生的奶奶 不是咱们的名流 老不死的 这个废物带着奶奶过来大闹 还请贺爷将他们两个 剁碎喂鱼 贺爷秦宇罪有应得 但是奶奶她只是互酸心切 奶奶她没有 麒麟夫人 这个时候切记 淫多必失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得老不死的 自作孽不可活 贺爷这个废物 假装麒麟先生 他还拿出一块破玉 冒充麒麟玉 您说他就 算个什么东西 敢再次更废 贺爷您这是 重重 这二十多年就交出了这么一种 是人民于草剑 屈原腐蚀 自私自利的出生 你们楚家 真是让我开眼了 贺爷 小菜那不是这个意思啊 贺爷 可能是我的表达有误 我的意思是 这个废物 冒充麒麟先生 简直是大逆无道啊 你还敢说 贺爷 您这是 贺臣 苦肉计还是免了吧 这是你养的狗 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置 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贺爷的大名 也是你这个废物能叫的吗 也不看看你自己帅什么东西 住口 告诉集团所有部门 立刻停止以楚江的所有合作 我让楚江在一天时间内 资产清零 贺爷 您这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我会跟你开这种玩笑吗 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 秦先生是什么人 你知不知道 那块岁月是什么 你 知不知道整个江州的前程 将要毁在你们这些肺肤的手里了 还不快给秦先生道歉 靳 使我有远不使泰山 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跟贺爷求求琴 不用让我们家自然清零啊 还有你们 赶紧给秦先生道歉啊 不行啊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我奶奶苦心哀求的时候 不见你们心生悲悯 她病残之躯 因为给你们这些权贵下跪的时候 不见你们怜惜 现在求饶 晚了 秦先生 贺爷慈悲心肠 想为贫固百姓出口气 诸位都是顶层权贵 贵也贵了 还不行吗 顶层权贵 就是要让你们这些顶层权贵 像狗一样趴在我面前 贺臣 天语集团办事效率太满 我很失望 是是是是 够了 就算是天语集团又如何 你们可别忘了 我们楚家还有神笔点龙 来人 贺爷 论人脉财力 楚家不及你 但神笔点龙 是麒麟子亲笔 即便是你 也奈何不了我楚家 秦宇 装逼装过头了吧 刚刚跟你道歉 你不知好歹 现在谁都帮不了你了 贺爷 见神笔点龙 犹如麒麟子亲笔 难不成 你要为了这个贱民 与麒麟子对抗吗 不过是一张废稿 你们楚家 也能后援拿出来充数 真是一群警笔之蛙 放肆 这是麒麟子亲笔 为我们楚家提的字 你凭什么说它是废稿 秦宇 事已至此 你还不肯回头吗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贺爷 您秦宁新生 都赐楚家心胜参龙 你还要一意孤行吗 神笔点龙 可逆天命 我劝您 不要一意孤行 只不过一戒刁民 废如烂泥 剑如楼影 贺爷 动手吧 恭请贺爷 送秦宇上路 恭请贺爷 送秦宇上路 贺爷 大事首期天命难尾 除非秦宁子亲自到场 不然 谁也救不了这个废物 你们可知 秦先生是何人 不管秦宇是何人 只要他不是麒麟子 今日必死 秦宇这个小畜生 忘恩负义 屡屡报复我们沈家 您杀了他 也是为民除害呀 对 为民除害 杀了这个畜生 真是一群不长眼的东西 只是一张废稿 就能让你们如此攀附权贵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再隐瞒什么 我 就是你们磕破头 都想见一面的麒麟子 看来这个废物 已经被吓傻了 他不开始说胡话了 多说无益 今日 我便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 真壮的神笔点龙 都他妈废物 连个子狂都看不好 尼秀玉真龙 不过是我随比写的废稿 哪来的勇气 面对真正的神笔点龙 我的神 我的神笔点龙呢 初中 难道还不明白吗 那个神笔点龙 根本就是假的 真正的神笔点龙就在这 真的神笔点龙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秦玉 他 贺臣 你 你毁了我的神笔点龙 你和这个废物是什么关系 你怕我 你怕我和麒麟子走得近 你怕我拿了神笔点龙 威胁你的地位 我怕你 你自己未曾见过麒麟子一面 你觉得 你对我会有什么威胁 我见过 我见过麒麟子 你说你见过麒麟子一面 那为什么 秦先生你不认识啊 够了 贺朗 我不知道您今日此举 究竟是何目的 但秦玉 绝不可能是麒麟子 或许我的判断会有误 但是 麒麟燕 绝不可能骗我 沈兴瑶 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 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楚家功不可没 我绝不可能眼睁睁看你们把楚家里毁掉 尤其是你 秦玉 沈兴瑶 你到现在还觉得你能到今天 是靠楚家的功劳吗 对 你做梦都想要的神笔点龙就在这儿 而你却不肯清醒 这几年我在你心里 难道就真的如烂你一般吗 正是因为这所谓的神笔点龙 才让我真正觉得 你是一个毫无用处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 可惜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我身上有麒麟燕 就说明我是麒麟子的女人 试问在场的各位 还有谁 能比我更了解麒麟子 对啊 兴瑶是麒麟子枕边人 又怎会不知道身边睡的人是谁 兴瑶 你现在贵为麒麟的夫人 就算是贺臣也奈何不了你 把他们杀了 把他们全杀了 沈小姐 错一步万劫不复 秦玉 我现在以麒麟夫人的身份命令你 马上给在场所有人下跪道歉 离开江州 永远不要再回来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恩惠 消给这群鼠辈下跪 是你给我的恩惠 好 既然如此 我也还你一个恩惠 贺臣通知天语集团 与沈氏的百业合作项目 立刻撤销 你有什么资格以为 你可以阻止天语集团 和麒麟夫人的合作 贺老 你这是做什么 难道你真要取消合作 我告诉过你 错一步 万劫不复 即便你是麒麟夫人也没用 不可能 贺臣凭什么听你的 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是贺臣社的局 企图吞并我们 至于秦玉 就是他找来陪他演戏的 你这个小畜生 怪不得当初 不信要给你钱的时候 你不要 搞了半天 你是想治我们一死地啊 姐 别管了 我们先弄死这个废物再说 秦玉 你真是太幼稚了 即便你和贺臣 现在取消了我的项目 但天语集团 终究是麒麟子的 而我麒麟夫人的身份 是永远抹不掉的 只要我还是麒麟夫人 这项目 我终究会拿回来 夫人说的没错 贺臣 就算你再能掌控天语集团 麒麟子一到 马上就可以收回你所有的权利 你这是在玩火 哎呀 这麒麟先生怎么还不来呀 这你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就这么确信 你能成为麒麟夫人 当然 沈醒悠 你知不知道 你撕毁的是什么 我撕毁是你我的过去 是你虚伪至极的面具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给你留情面 情 从你叫我奶奶流浪的时候 你我之前便已无情 从你那番 爬到麒麟子脚下的时候 你我之前便已无情了 你怎么知道 你真觉得 你能成为麒麟夫人吗 你真觉得 凭你这个姿色 就能让麒麟子 对你死心塌地 对你真情不疑吗 你真觉得 你配当麒麟夫人吗 你给我出口 我和麒麟子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管 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我配不配 你都没有资格评论 那你怎么又知道 麒麟子 对你没有半点情分 那晚我和麒麟先生共度良宵 别提有多欢乐 临走时我还把我的耳环留在了麒麟宫 你又算是什么东西 凭什么质疑我 不管怎么样 我女儿现在已经是麒麟夫人 你又不是麒麟先生 也配揣测麒麟先生的想法 你说的是这个耳环吗 你说的是这个耳环吗 这这怎么可能 没想到我会把你的小胎耳环带回来是吗 在你眼里 我齐宇心甘情愿陪你走过这三年 竟抵不过一个晚上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麒麟子全世通天才华横溢 试问世上哪个女子不会这样的男子心动 你如此咄咄逼人 不就是觉得我让你难堪了吗 全世滔天才华横溢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这么优秀 够了 就算你再怎么冒充麒麟子 你也不可能是他 这个耳环一定是假的 我想起来了 这个耳环是你送给我女儿的 你想造假 简直太容易了 这个废墓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真当在座的各位都跟你一样是傻子吗 你们以为你们是聪明人吗 我就算救你们这些废墓 都不知道如何跟秦先生说好话了 你若是真有救我们的心 就应该当着麒麟夫人的面 把这个畜生给杀了 不能让他拿个破耳环在这里充当麒麟子 贺老板 您身为麒麟子亲旨的心腹 秦宇当着您的面 如此诋毁羞辱我夫君和我 您若是再不做点什么 恐怕真说不过去了吧 沈星遥 你 沈星遥 我真没想到 到现在你还这么嘴硬 不过没关系 我马上就可以让你闭嘴 这个耳环 我送给你手 你应该知道 这个耳环左右两边刻了星遥二字 还有咱们结婚的日子 你说我造假 不妨睁开你的官员好好看看 这个耳环刻了日期还有名字是不是造假 星遥 星遥 你怎么了 沈总 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那晚是我 秦宇是我 麒麟子 也是我 不可能的 你怎么可能会是麒麟子 慢着星遥 你之前说过 在麒麟宫里见到过这个老不死的 肯定是秦宇带着这个老东西 在麒麟宫行窃 要不然 秦宇这个废物 怎么敢冒充麒麟子 如此一来 所有的事情都解释通了 这秦宇呀 真是胆大包天 贺臣 你养的这些狗真的要造反 看来 非要我亲自出手了 秦宇 事到如今 连贺爷都保全不了你 你还想着去害别人 你现在不但害了大家 哥害了奶奶 就是 你奶奶都那么大岁数了 还要跟着你一起去偷东西 真是个不忠不义不孝的臭手 秦宇 外面埋伏着八百个楚家培养的高手 其中有六个是宗师级别的 只要我一声令下 马上都会冲进来 杀你 就在瞬息之间 六个宗师 今天可真是大手笔呀 参加这些场合 你还带这么多人 到底是何居心 我楚某行事一向谨慎 出门在外 没得准备怎么能行 贺臣 我知道你身边高手如云 但是现在你叫他们过来 恐怕也来不及了 今天秦宇必须死 好啊 可算有点意思 总在这里口嗨 我都快睡着了 不如让你那八百精锐 可能什么六个宗师都进来 让我活动活动 先生 您让动手 识别惊天动地 此乃麒麟此 还是不要见杀戮最好 哥总真是好演技 看来你今天是下定决心 要保护这个登徒子和麒麟先生做对 我今天倒要看看 请你们两个 怎么办到我们楚家这棵参天巨树 财死你们这些废物 还用不着秦先生动手 这不是狐狸精吗 又带刀又带剑的 麒麟此这么神圣的地方 你想干嘛呀 你敢打我 外面楚家八百精锐 你 不过是八百楼椅 已经被我解决了 好啊 仗剑进殿 还满口风化 既然如此 今天我就替麒麟子 斩了你这几个狂徒 我说了 你带的那群废物都已浮诸 六个宗师都已浮诸 你 你是什么人 上京南宫一族南宫营 参见秦先生 上京南宫一族 天下第一舞蹈中门 南宫家 相传南宫家 宗是如云全是通天 他们来找秦宇 南宫营 你来的倒是很巧啊 南宫不想放弃 想借此良机 向您求婚 求婚 没错 若此生不能得到秦先生的清心 南宫死不瞑目 南宫小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个被众人唾弃的废物 他算什么东西 主人说话哪有狗叫的范儿 南宫小姐 我希望你不要被一些 表象所迷惑 有些人今叙其外 败叙其中 沈欣耀 这句话应该我送给你 那些你根本瞧不上 看不起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意味着什么 南宫营 向我求婚 这点礼物我还看不上 难道 你就这点诚意 南宫不会这么不知趣 这些只是贺里其一 还有更大的礼物准备给你 这里面 是楚家上下七十二口人的双眼 既然要着眼睛无用 像此等有眼不识真笼 还是人命如草芥的废物 就应该赶尽杀绝 这还有点意思 还有呢 再来的路上 我已经通知了南宫家 号召大厦商界所有精英权贵 断绝于楚家的任何经济往来 不期后果 不计代价 想必以我南宫家的影响力 楚家现在已经是名存失亡 不计划 不计划 撤资 不要啊 不要撤资 这个多小 爸 爸 爸 你为什么 楚家现在还剩你们两个有眼睛的 秦先生 只要您下令 我现在就动手 秦云 不秦先生 是我永远无助 我不知道你跟他跟我消息是什么关系 求求您 饶了我和我儿子吧 秦先生 放过你们 说我永远无诛 口出狂言的是你们 现在求我放过的也是你们 怎么 以为我是皮球 可以任你们提来提去吗 秦先生 我张夏玉献出九成家产 你求你放我一马 我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 我都愿意啊 我都愿意啊 从你们打算断绝情势一脉 任何人生路那一刻开始 你们在我眼中 已经和死人无异了 南宫英 你给我听好了 若想让我和你成婚 江州百足权贵 一律诛灭 是 不可以 沈总有何高见 我知道你有南宫小姐给你成药 但你不能胡来 江州百足权贵如果全部出世 江州必定大乱 到时候有多少人下岗 多少人吃不起饭 你想过这些吗 沈总 不愧是麒麟夫妻 真是母一天下大慈大悲啊 你们沈家都自身南宝 还想着这些酒囊饭袋 我还真是佩服啊 我知道你攀附了南宫家 但你说我自身南宝 未免也太可笑了 我身为麒麟夫人 就算是南宫家 也不能动我一分一毫 还真是会往自己脸上贴肩啊 那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是了 你未免也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 我绝不会这么轻易就被你吓到的 各位 今日我麒麟夫人在场 我保证可保诸位平安 所有人都起来吧 不许站起来 我命令你们站起来 你还真是不见黄河心不死啊 赫老您就别再装了 秦宇若真是麒麟子 那咱们的合作早就取消了 项目合同在我这儿 项目合同在我这儿 叶副大人您终于来了 各位 这位才是麒麟子身边真正的心腹手下 可以说麒麟子不在 他就是麒麟子 叶副大人 他们杀我全家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叶副大人 我希望您能告诉大家 我麒麟夫人之名是否属实 百亿订单究竟花落谁家 很抱歉沈总 我叫主人对你的表现相当失望 他让我给您带句话 那晚跟您的雨水之欢 只不过是寂寞男人 随便玩玩罢了 至于麒麟夫人这个称号 您还配不上 这怎么可能 至于这百亿项目 要等主人选拔出新的百族权贵 再另择其主 这份合同 就此作废 沈总 你心中那个麒麟子 今日恐怕不会来了 丁先生 此地待下去也毫无意义 不如找个地方 来聊我们的婚事 完了 百族权贵 完了 一定是秦宇那个王八蛋 他捣乱灰宿 惹弄麒麟大人 全都没了 秦宇 我没必要会怕你们 只要麒麟子还在江州一天 我就还有机会 我一定要向你证明 是你配不上我 亚父 是这里吧 将星出世 其乃龙磐虎居 风云汇聚之地 但是破君一位 其杀入宫 麒麟杨月 必定是在此所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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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在麒麟寺大开杀劲 这是不把麒麟子放在眼里啊 见过这个东西吗 麒麟女 你是麒麟子 麒麟大人 你为我走出我 难过一族 杀我家人 灰麒麟雕像 是我麒麟夫人 麒麟夫人 就是那个 那个沈兴尧 您可能女人太多 记不住她 这个废物竟然把我当成麒麟子 有意思 不如将计就计 利用麒麟子的身份 造出鼓足败脸 岂不是更简单 好 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便可以帮你报仇 告诉我 这另一块麒麟玉 是谁打碎的 那块麒麟玉是假的 我已经摔碎了 您不宜谢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您 去找那个沈兴尧 姐 那项目就这么黄了呀 可是八百亿呀 再想想办法 那麒麟子 不会是那么随便的人吧 麒麟先生 和清语不同 她如果是没担当 不负责的男人 那天下人怎么会服她 一定是我 那里做得不够好 沈小姐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我很满意 你是 沈小姐 是位麒麟夫人 哪里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父亲究竟是什么人 她也没有说过她的来历 我真的不知道 当年 你父亲带着你 跑到我家的时候 已经身负重伤 她好像输 这亲族追杀 这下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麒麟玉 在我南宫家的古籍中 倒有些许记载 相传是由初代麒麟子所铸造 并非一块 而是阴阳两块 初代麒麟子 把一个重要的秘密 放在了两块玉中 并且交给一群人世代保管 这群人被称为古族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古族 难道我父亲 是古族的人 被同族人残杀 究竟是为了什么 如此同胞相残的古族 留在这世上又有何用 麒麟玉 这是麒麟玉啊 你是麒麟子 你好好看到她 那一晚跟你共度一夜的人 是不是她 难道这个女人 我真和麒麟子睡过 弄不起盆露馅的 小二 这回事情玩了 快上 那晚太黑了 没有开灯 我没有看清麒麟子的脸 这个这个女人 真是天助无疑 欣妖 我可看清你了呀 我永远忘不掉那一晚 真的是你 对不起 今天是我没有做好 回了麒麟子 请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 傻瓜 我怎么会怪你呢 你告诉我 是谁拿着和这块一样的麒麟 把你们害成这个样子 我 我不知道 麒麟大人 是一个叫秦宇的 就是她拿着一块甲鱼冒充您 先生 我觉得现在 没有必要再去找秦宇的麻烦 现在江州百足权贵已废 若不赶紧选择候选人 江州恐怕会大乱 明日就有你准备候选人名单 由我亲自清点 多谢麒麟大人 好 我知道了 秦先生 沈西洋刚刚对外公布 明天麒麟子在沈家召开百足大会 清点百足权贵 有人冒充我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冒充麒麟子 这麒麟公 果然够气派 想不到我秦宇 也能住进这里 拿来的毛贼 上闯麒麟公 找死吗 你是谁 替主人看守麒麟公 主人 就是那个冒充麒麟子的秦宇 八蛋 主人其实你们可以妄议的 一个靠着偷来的麒麟域 进入麒麟公的古族败类 那个废物都能成为麒麟子 那我秦宇有何不可 找死 秦宇在哪儿 不知道 秦宇在哪儿 三位龙 终身不悔 好一个终身不悔啊 雅夫 我们不如给那个废物 准备一份礼物吧 小宇 你真的是麒麟子吗 我是谁不重要 以后您就安心地住在这儿 其他的 什么都跟我 叶波 你怎么样 叶波 叶波 不能 你先别说话 沈总 恭喜你 经历了那么多 总算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从今往后 还望沈总 不 麒麟夫人 多多关照 是啊姐 以后江州 咱们家就是天下了 如今风波已过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来 那些人和事都已是过眼云烟 希望大家今后共同努力 把沈家经营成整个江州的龙头企业 恭喜沈总 您这次成为百足权贵之首 怕是有一个人不会同意 你说的是赫尘 不必担心 参见其林子 很高兴大家能来给我捧场 你们放心 只要以后肯踏踏踏实实为我做事 只为我一人 我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我得了荡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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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你根本就不是七灵子 神奇妖 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真正的七灵子就要来了 南国营 速去显卡带名 今日我定将鼓足 赶尽杀局 各位 死人赫尘 我同一个叫秦宇的家伙 欺上瞒下 想要烦我 害我江州权贵被灭 民不疗伤 今日我就以七灵子的身份 将赫尘处以急刑 去群鼠辈 别想超越我天意集团 真当自己是 真是七灵子吗 不是真的七灵子 能请到国主特使 前来祝贺吗 国主特使也要来江州 国主特使可是代表国主的存在 民间称其为九千岁 他老人家真的要来江州吗 没错 这就是七灵子 为大家准备的第二份礼物 到时候特使一道 整个江都未来几年 都会变成京都一样的 抬起大都市 多谢麒麟子 好大胆子 但可冒充麒麟子 好大胆子 但可冒充麒麟子 你这个白脸终于出现了 先生 都是你们两个做的 好你个秦月 我们还怕你不敢来呢 你是想好准备怎么死了吗 见到真正的麒麟子 还不跪下领死 你这个小畜生 今天我终于得偿如愿了 看到你这个白眼狼 是怎么死的了 是吗 那今天恐怕要让诸位失望 今日谁生谁死 可不一定 要不你们俩商量一下 等一会儿 谁要留个全尸 谁要死无全尸 一个鼓足勤迈的败类 也想让我二人去死 秦月 想不到你都长这么大了 你好 我就是伤害你仆人的秦香 齐林先生 你不要跟秦月这种人一般见识 如此大动干戈 以免降了您的身份 不如就把它交给我处置 是 好 我倒要看看沈总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先生开恩 你没事吧 既然这么可测 我恐怕不是对手 家父 沈肖拖不住多久 他如今儿弄手 沈家就误活口 大不了真的事 绝不可能 他说真是齐林子的话 沈肖就算再蠢 在一起这么多年 也就不可能毫无差距 连今之计 绝等测试大人来 方能结尾啊 跪下 道歉 跪下 道歉 你要杀我 我不想杀你 你不要妨碍我的生活 就当我求你 跪下 给秦林先生道歉 沈肖阳 我真的没想到 你我之间 居然有一天可以冰荣相亲 李金瑶 杀了他 杀他你什么都能得到了 沈总 有齐林子护者 你什么都不用骂 快杀了这个废话 死啊 快捅啊杀了他 来啊杀了我 你就什么都可以得到了 你别逼我 我求求你 你不要逼我 近日我秦宇以血为剑 对你沈家 从此绝不留情 既然你们不杀我 拿我 别赶紧杀局了 秦宇这个败类 敢伤齐林子 你不怕国祖降罪吗 请齐林子出手 送这个畜生 鬼天 九千岁到 九千岁到 参见九千岁 见到九千岁 为何不跪啊 九千岁 此人名叫秦宇 是我古族逃亡的一个败类 在江州 为非作歹 搞得江州不得安宁 您来的正好 还请您主持公道 你不是说 你是齐林子 堂堂齐林子 有必要跟他 卑躬屈膝 看他的脸色 你是个什么东西 为何不跪下来讲话 要我下鬼 你受得起吗 大胆 无知的帝王民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该当何罪 那他冒充齐林子 又倒如何 秦宇可不是普通人 他乃古族后裔 镇守龙脉 齐林子便是从古族内诞生 我不相信秦先生 难道相信你这个贱民 九千岁说的有道理 你觉得我们会相信你一个废物说的话吗 还请九千岁为民除害 杀了这个爱千刀的 那就杀了算了 我本来是来祝贺的 这叫个什么生日啊 没有国主圣域 你这个不男不女的东西 你敢随便杀人 我今天不光要杀你 还要祝你救主 你想要圣域 那咱们给他写个圣域 如何呀 你敢假冒圣域 是又如何 这天下我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哈哈哈哈 秦宇 难在想违靠圣域吗 秦宇 这个败类 难在想违靠圣域吗 看来今日 你们是想以古族败类 冒充齐林子的罪名 彻底将我恩死在这了 没错 精心设局 巧立明目 我若是个普通人 今日必定万劫不复 只可惜呀 你们碰到钉子了 国主圣域 连麒麟子见了都得给面子 你这只蚂蚁 还能掀起什么疯了 莫非你能请到国主 南宫营 敲天想忠 是 今月奉麒麟子之意 敲天想忠 震珠邪 饮圣意 降江舟 哈哈哈哈 天想忠 你还真是肆怒忌憚忌 天想忠 乃是麒麟子 与国主联系的至高手段 我麒麟子允许 世间任何人都无法敲响天想忠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这个废物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装逼装大了吧 天想忠在哪儿 我为什么没有听到 在哪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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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会真的敲天想忠了吧 你知道天想忠意味着什么吗 就凭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 清语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玩这种把戏 不觉得幼稚吗 这天想忠一旦作响 这国主的声誉 不就快到了 不如这样 我们等会看看这个废物 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你这不是让这个败类自取其辱吗 虽然它是个败类 但是他身上毕竟流着我们古族的血脉 九千岁还行给亲命 就让他这样消失吧 说的也是 跳梁小丑 我可没有时间在这儿给他浪费 动手吧 动手 国主圣玉 谁人敢动 真的是国主圣玉 国主圣玉 古族情势 本以护国之功 然甲冲麒麟子 大逆不道 就地正法 特使在民间由大言不惭 称自己为九千岁 冒犯天威慕无君王 押回京都 以后发落 钦此 明旨 又是假的 那到底谁才是真当 我的麒麟子到底在哪 到底真当 你难道就是 事到如今 各位 现在还有说我假冒身份呢 看来这麒麟子的身份 是瞒不住了 我愿交出麒麟玉 秦昭 你是真的麒麟子对吧 你没有骗我对不对 你说话呀 胆敢假冒麒麟子 你们二人杀无赦 要父 叔 你个真实 你到底是什么 这个女人 不可理我 秦昭 秦昭 那碗是你对吧 秦昭 秦昭你别说就回答了 秦昭 沈总 你先别急着伤心 我看这个秦昭 未必就是真正的麒麟子 天想中是南宫营敲响的 国主圣玉也是她请过来的 又怎么能证明 她就是真正的麒麟子 你是说 秦昭子自始至终就没有出现 而帮助秦昭的 也是南宫家 有道理啊 南宫家本来就是 武道天下第一宗猛 能受到秦昭子的青睐很正常 况且那个假秦昭子也说了 秦昭就是什么古族败类 怎么可能是秦昭子 女儿啊 咱们又差点被骗了 秦昭那个小畜生 不知道用了什么不要脸的办法 攀腐南宫家 这是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啊 沈总 我们还有机会翻盘 即便麒麟子不承认您是秦麟夫人 单凭她与您的一夜之情 秦昭也必死无疑 秦昭 原谅我 只有这样 我才能测试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秦麟子 看来没有让我失望 也没有让你父亲失望 时机没成熟 秦麟子的身份 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你包括我 所以我也是计划中必死的一颗棋子 不必为我伤心 你想知道的所有秘密 都在这两块秦麟玉上 秦先生 怎么了 伤害没好 怎么出来了 我伤是小事 修复秦麟玉才是大事 哦对了 我已经能找到修复秦麟玉的人了 谁 秦摩手 段红 没听说的 他有办法修复秦麟玉吗 他又没办法 这世间并不认能够再修复了 他什么时候来江州 本来我南宫家要他 要三个月以后 但他听说你也在江州 所以明日便到 顺便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沈总 少少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沈总 好消息 秦摩手段红 明日要来江州 什么 是那个世界第一玉雕大师 段红 没错 段红哪一代名师 其作品深受国主 和上京顶层名流喜爱 这次来江州 其实史无前例 而且还听说 段红这次啊 是受麒麟子的邀请来的 沈总 咱们见到麒麟子的机会来了 马上安排 不管用什么手段 一定要见到段红 我要当面问问麒麟子 他对我是什么意思 小明段红 参见麒麟子 方大师不必客气 快起来吧 在您面前 小明曾敢网称大师 此乃青云铁 两个事成后 段谋费尽心力 为您打造的翡翠麟仔 即将现世 特征磁铁 请您做官 秦雨一定会到场 风雨无阻 大师 麒麟玉的事情 您放心 您交代的事情 即便您不去 就算是豁出段谋这双手 段谋 也定会为您把事情办好 多谢大师了 小雨 南宫小姐 不是叫你好好修养吗 对不起秦先生 马上要参加展会 我还没来得及准备 不必了 你这伤是因为我 你只管好好修养 奶奶 帮我照顾好南宫小姐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好 我未来的孙兮复道 沈总 听说这次段大师展会 规格相当高 咱们这张临门铁 外面就已经炒到两百万一张 还有登街铁 据说已经上千万一张了 还有三张 名为官丰铁 磁铁 现在恐怕已经上亿了 但是跟最高规格的铁比起来 还是太轻了 最高级别的是 还有两张 名为青云铁 据说此铁 段大师只送给自己 最尊贵 最仰慕 甚至是崇拜的人 所以 无价 秦宇这个废物 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现在居然又来倒乱 你这个废物 还有脸出现在这里 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 江州已经被你祸害成这样 我也失去了巨额投资 你还想怎么样 沈总误会了 是段红邀请我前来观展 希望有些人有点自知知名 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这个废物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还真拿自己当吉林子了是吧 你能活到现在 完全就是因为南宫营 怎么 软饭吃惯了 给你吃出底气来了 那你知不知道 南宫营为何如此维护我 难道你们就不好奇 我为什么如此有魅力 秦宇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恬不知耻 真上人恶心 一个男人如果不靠自己的能力 去征服女人 只会成为女人的累赘 负担 南宫营受了重伤 今天她是不能来照顾你了 你如果识相点 还有点廉恥心的话 就赶紧滚出去 你让我滚出去 你去问问青魔手段红 他敢不敢让我滚出去 什么人 敢在这里放肆 这位先生 您是 我是本场展会的安保范经理 范经理您好您好 这个人擅闯西山玉庄 还在这里甜不知耻的大放厥词 您快把他干出去 这位先生 想必你也知道段大石的展会 可不是什么阿毛阿狗 都能够混进来的 你的擎帖呢 范经理 那我就先给您看看我们的临门铁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秦宇 你不会没有擎帖吧 你的呢 还不赶紧拿出来 要我动手去搜吗 这就是你们邀请我来的态度 还真是大开眼界啊 邀请你来 哈哈哈哈 段大石的展会 邀请的都是江州的顶层权贵 名门望族 怎么可能邀请一个无名无姓的底层垃圾 来这里污染环境呢 底层垃圾 我真的很不明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这么确认 我是个底层的垃圾 我已经看过了今晚的邀请名单 根本没有一个叫秦宇的人 年轻人 今天晚上在江州 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肆无忌惮 但是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是吗 那有没有可能污染环境的不是我 是他们呢 秦宇 你知道今天邀请的都是什么样的大人物吗 你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今日这场会若无我将会黯然失色 哈哈哈哈 黯然失色 段大师来我们江州 是我们江州的福气 你这个废物竟然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怎么不说你有青云铁 怎么不说是段大师邀请你来的呀 青云铁就在我怀里 如果你态度好一点的话 我可以考虑让你开开演技 不过现在你根本就不配看 让段红亲自过来 你这个废物还有青云铁 你要是真有青云铁的话 早就拿出来炫耀了 还会不给我们看 你当我们傻子嘛 大师找我何事 此余乃上谷宝玉极难修复 我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你先去会场招待 切记 秦先生持有青云铁 万万不可怠慢 你今天要是拿不住青云铁 那这件事就不是你擅闯西山玉种这么简单了 你的意思是你要和我动手是吗 就凭你也要我动手吗 秦宇自作你也不可活 你这样谁都帮不了你 我没试验跟你们这些人废话 至于我配不配参加这场展会 一会儿有人自会给你们答案 此人谎话脸片 还是直接把他赶出去 来来 打断这个废物的四肢丢出去 正所谓 将熊熊一窝 看来你的手下都和你一样 都是些有眼无珠 狗眼看人低的废物 将这个箭给我拿下 住手 王老板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段大师呢 大师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里怎么回事 这个人他说他有青云铁 其实他没有 这位先生敢问您是不是兴起 秦先生 麻烦看一下您的请帖可以吗 沈兴阳 我刚才已经给过你后悔的机会 但你还是把他们扔在地上 揉烂 碾碎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是谁 段大师特以此相邀 但我却在门口 遇到几个狗眼看人低的废物 这就是段红的代客之道吗 你解决 这也是你配解决的事情 这青云铁就是真的 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 敢如此对待大师的贵宾 王老板 你没搞错吧 他能有青云铁 连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废物 都能有灵门铁 那秦先生 为什么不能有青云铁 你这个有眼无珠的狗东西 从现在开始 永久开除 全国封杀 从此以后 月薪三千以上的工作 和你无关了 把都带下去 我老板 我老板 我走了 女儿 他怎么有青云铁 如果没猜错 这青云铁 应该是男共赢的 只是我没想到 居然会把这项树荣 转交给他 为什么每次运气都这么好 我们这次前来的目的 是建讨麟子 至于其他人 我根本不在乎 姐 那个非我 坐在第一排 那本市留给南宫营的位置 他不过是胡家虎卫罢了 沈总说的没错 他这种废物 这辈子也就是一次机会 得到南宫营厌弃他的那天 他就连路边的言口都不说 欢迎江州的各位来参观段大师的作品 这次展会选在江州举行 意义非凡 所以大师决定对作品进行拍卖 更重要的是 本市展会消费前三名者 将获得与大师共进晚餐的机会 晚宴之上 还有大家意想不大的贵宾出席 沈总 麒麟子必定会在江湾的闻言之上 没错 我们今天就算是倾家道产 也要拿到这个机会 段大师的贵宾 想必就是麒麟子吧 上京凌家持青云铁 受邀到场 上京凌家 仅次于南宫营厌宿的四大饮食宗门之一 我听闻最近南宫营厌宿 这些饮食宗门都在暗中较劲 林莎 欢迎光临 招呼步骤还请见谅 不用客气王经理 我和段大师也算是老熟人了 你去忙嘛 不用管我 如果我没记错 这个位置应该是南宫营厌宿的座位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在纠缠缺巢 这本就是我的座位 我知道了 你就是秦宇吧 一个无能 还让南宫营给你擦屁股的废物 也配在这里摆谱 你认识他 我这次来江州 就是来找你这个废物算账的 就凭你 也想攀附南宫营厌强我的女人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没错 林少英明 林少可能还不知道吧 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 干的那些事情 庆祝难说啊 若不是南宫小姐一直护着他 这家伙早就已经死了八百次 如今 还有借着南宫小姐的星云铁 在这里大放厥词 简直该死 齐宇 看来你在江州也不过是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今天是段大使的展会 我不想惹什么麻烦 我劝你还是自己乖乖像狗一样爬出去 这样我还能让你多活几天 老子让你爬出去 你弄是吧 看来你今天是专程来找我查的 老子乃林家少爷林云 与南宫营早有婚约在身 她是我林云的未婚妻 你说我不找你找谁呀 林少 您说南宫营是您未婚妻 秦宇 你竟敢撬林少的枪脚 该当何罪 姐 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 你做出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 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个废物 说不定以前用你的钱 搞过很多女人吧 秦宇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就算你想攀附权贵 也要看看自身是什么条件 从你攀附南宫营那天开始 我就警告过你 可是你根本听不懂 既然你和南宫营青梅竹马 他没告诉你 我是什么身份吗 不管你什么身份 在我眼里头一顿废狗包了 林少 您可别为这个废物诓骗党了 他之前多次冒充齐林子 南宫小姐已经给他擦过很多次屁股了 你还敢磨充齐林子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展会开始 卖品登场 少爷 先别冲动 得罪段大师这不是小事 这笔账咱们以后慢慢算 现在展会正式开始 本次所有展品均出自段大师之手 而且最后一件展品 翡翠麒麟展 特献给本次展会最尊贵的来宾 多谢各位 我没想到段大师这么客气 林少不必谦虚 这翡翠麒麟展 是奉整个展览大会 除了您 还有谁有资格拥有 这麒麟展非我莫属 那与麒麟子的晚宴 我也势在必得 有请第一件展品 起拍价500万 600万 700万 800万 领总 1000万 还有没有 恭喜领总成交 一件产品正式开始拍卖 起拍价600万 有请最后一件展品 翡翠麒麟展 自然也要配最有实力的人 我的拍卖金额已经达到了三个亿 可是另一位青云铁的拥有者 居然现在一件展品都没有买下 到底是段大师的作品 你瞧不上 还是你根本就是一个无前无事 只会躲在女人背后吃晚饭的废物呢 不是拿到青云铁就代表你身份尊贵 而是身份尊贵 才有资格拿到青云铁 像你这种吃晚饭的废物 就别想一步冬天了 你要是有点见识的话 现在就给老子滚出去 滚出去 你们误会了 这些展品我并非不喜欢 也不是没有钱 是因为这些东西我想要 根本用不到钱 你的意思是说 段大师的作品一文不值了 用不到钱 是因为只要我想要 段红就会送给我 我真搞不明白 为什么营铁能开成你这样的废物 难道就因为你喜欢装逼吗 秦宇 如果南宫小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猜他也会后悔认识你这种人吧 如果你没有来参加这次展会的资格 我同为拥有青云体的人 有权利号召各位 让你这个废物滚出去 我找着看着情云不爽了 装枪做事 没点本事 凭什么做地牌 如果干嘛灵少 凭起凭坐 这个情云我也虐有耳闻 一个靠女人才活下来的废物 实在不该出现在这里 玷污大家的眼睛 跟你们多解释一句 都只是怕玷污了我的身份 继续吧 翡翠麒麟展为非卖品 段大师仅依此宝物 赠予今晚最尊贵之人 这位便是 这位便是秦宇秦先生 他们好像没听清楚 麻烦你大声再说一遍 翡翠麒麟展赠予谁 这翡翠麒麟展 赠予本次西山玉种 最尊贵之人 秦宇秦先生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根本就不可能 就凭他这个废物 秦宇南怎么可能是他的 应该是我的 我才是拥有青云铁的人 你能拿青云铁 是因为你只能拿青云铁 而我拿青云铁 是因为最高级别 就只有青云铁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我知道了 是南宫营对吧 你这个废物 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 能让南宫营如此对你 连段大师的作品都转让给你 就凭你还不配知道 找死啊 来给我杀 废物 都他妈是废物 本次展会圆满结束 段大师为感谢各位的捧场 特在今晚举办一场晚宴 届时还会有更重量级的人物 到场 比这位林少 更重量级的人物 想必就是麒麟先生吧 林少 您千万别生气 那个秦宇就是有名的废物 他就是靠着南宫小姐 才在江州横行无际的 如果麒麟先生到场 您告诉他 秦宇冒充麒麟先生的事情 到那时候 那个秦宇不死也得死 你倒是聪明 那就看今晚麒麟子会不会来了 林玉你去找秦宇做什么 你别生气 你听我解释 别解释 以后不许再找秦宇的麻烦 否则别跟我们客气 他就是一个废物 在西山狱中 他见你的事 有多无法无天小人得志 不管他解谁的事 都与你无关 也是我心甘情愿 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江州 我知道这件事 我做得不对 可以离开江州 但看在我们青梅竹马的面子上 你原谅我好不好 阿盈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了 原谅我好不好 行吧 我堂堂林家大寿你不喜欢 喜欢一个吃晚饭的废物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凌云的本事 林云 你敢绑我 你找死你 你们南宫家已不如往年 要是再得不到齐林子的帮助 不出一面 你们南宫家必然推来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秦宇是谁吗 我告诉你 他就是齐林子 南宫阳 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说出这样的风话 我会相信吗 你 阿盈 等我们两个生米煮成熟饭了 嫁不嫁我 就由不得你了 救命 来人了 秦先生 自断双腿 我可以饶你 来得正好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秦宇 咱有话好好说啊 你冷静一下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想到林云他这么畜生 我帮你杀了这个 我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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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姓秦呢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为何不敢 倒是你 上次跑得挺快啊 林少 今天晚宴十分重要 不仅有段大事在场 齐林子也会难 有什么事 我们以后再说 就是 此子 居然还敢来这里找死 您不用动手 齐林先生 也绝不会放过他 秦宇 此宴可是齐林子到场 乃百年难遇的宴席 你敢在这儿捣乱 你真以为凭南宫营 就可以让你在 齐林子面前肆意妄为 你现在离开 或许还来得及 这么神圣的晚宴 你的出现是一个污点 影响的不止我一个人 而是整个江州 段大师受 齐林子之邀来江州 不仅仅是为了半战 更是想利用 段大师的影响力 为江州招商引资 现在 上今已经有不少权贵 有投资江州的印象了 你这 可是在跟整个 江州百姓走退 你听到了吧 你还不明白吗 你不是在和我们作对 而是在和江州百姓作对 和民意作对 你这样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你们倒是说对了 当初我灭了百族玄贵 确实又重新发展 江州的打算 至于投资谁 和谁合作 我还没有想好 秦宇 你不是疯了吧 连齐林子的旷世之宫 你都敢往自己身上揽了 今天晚上 看来不用我出手 齐林子一到 就是他死期 各位今晚宴席非同一般 段大师的特意交代 神尊酿 献给今晚在座的各位贵人 神尊酿还是两瓶 段大师果然大手笔 林少 这神尊酿有什么讲究啊 比之前吗 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众所 神尊酿乃是 齐林子所酿之酒 岂是其他酒能够比的 传闻神尊酿乃齐林子 用秘法所酿 甘香清甜回味无穷 其一年可得其他酒百年 不仅如此 此酒若是普通人喝了 可延年益寿 若是武道助人喝了 更是功力大增 文人莫克若是喝上几口 似天仙狂醉 礼度在世 神尊酿存是不足食品 段大师独占两瓶 此生能喝到如此佳酿 在话实力又如何 林少 你不觉得 咱们之中 有个人不配喝这酒吗 此酒对我而言 与水无益 不屑于你们争强 你到现在还放不下下子 这可是被各路权贵 视为至宝的神尊酿 你原来说喝水无益 你是在贬低我们吗 你们还用贬低 你 这神尊酿 假的 你干什么 这个是神尊酿 不过是假的神尊酿 这是段大师今晚特意为我 和麒麟子准备的神尊酿 你真敢把它撒了 你把如此珍贵的神尊酿倒掉 今晚无论如何 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神尊酿 是麒麟子用密法所酿 一年抵得过寻常家酿百年 酒业清澈 路口丝润 酒香迷流而不散 废话 谁不知道好酒都是这样 更何况神尊酿 而当蜀木村官之辈 怕使海兔知道 神尊酿倒在地上 散发的并非酒香 而是茶香 一股酒精味 哪有茶香味 你好 怎么样 这秦宇这废物 没想到总的还挺多 还真是茶香味 来人 你打翻神尊酿 扰乱会场 我现在就替段大师 把你这废物赶出去 就凭这两个臭鱼烂虾 秦宇 我真想看看你 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实话告诉你 我已通知父亲 所有灵家的高手 都在亲临江州 你若是束手就擒的话 我还想让你死的轻松一点 那江州不乱套了 秦宇 你这个畜生真是扫把刑 你还不快点 束手就擒 凭你栩栩灵家之为 即便清朝日出 对于我来说 不过都结合人命大了 够了秦宇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毁了江州 百家权贵还不够 还要再继续做下去吗 难道非要把我们沈家 也毁了你才甘心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歹毒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 我参加这个宴会 仅仅是为了轻我手断红 谁要是想赶我走 谁就死 大师 你怎么样 我知道了 我想修复的最后一道理文 是属于要麒麟血 才哥彻底修复 他叫我去找麒麟子 好 林少 这羽富有居然敢 直呼段大师的名讳 我看咱们不跟他废话了 趁着麒麟子和段大师 还没过来 咱们赶紧把他除掉 给我上 你 你要干什么 你屡次在我面前放肆 真以为我是好脾气吗 我还真不知道 你是一个武刀高手 我们林家 是很珍惜人才的 你 姐 这个秦宇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要不要帮帮林少 帮什么帮 你没看到那个小畜生 刚才他眼神多吓人 再说 我们也不会武功 怎么帮 刚好 凌云帮咱们引开那个秦宇 我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 见麒麟先生了 妈说的没错 林家实力雄厚 区区一个秦宇 烂泥腹部上墙 林家自有办法应对 我们好好准备一下 迎接段大师和麒麟子吧 段大师 秦宇人呢 您是说秦宇那个疯子吗 刚才他还在这儿捣乱来着 说什么您给我们酿的神尊酿 是假的 段大师 您不用担心 林少已经去处理了 今晚不会再有闲杂人等 来扰乱这场宴会 秦宇人等 是啊段大师 秦宇那个废物 他不就是咸杂人等吗 王经理 你这是 谁让你们这些废物 是录秦先生的 并非我们惹他 而是他口出狂言 说秦林子所酿的神尊酿 是假的 如此大逆不道之言 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的 他说这酒是假的 那就是假的 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质疑秦先生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都那么看重秦宇 就凭他是个吃晚饭的 叛奉难攻赢 无论这酒是真是假 就凭你们这些人 全都不配合 快去找秦先生 又想跑 你知不知道我灵家 有什么样的地位 你敢动我 区区一个灵家 还不配让我 把你们放在眼里 我知道错了 我真知道了 别呀 我希望你们恢复 之前那般桀骜不驯的样子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派高手来江州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给自己机会 你想飞里难够赢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给自己机会 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你敢动我灵家哪儿 我灵家的人来了 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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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灵家的四大长老 这才是我灵家真正的水平 你刚才不是说要杀我吗 来呀 来杀我呀 今天你们在场的所有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被羊跑 灵少爷 这中间一定有误会 你听我解释 脑子被打成这样 你们呢 都怪秦宇 灵少啊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秦宇 你快点给灵少道歉 你要害死现场所有的人嘛 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也值得你们这般害怕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停啊 我刚才向你求饶全都是装的 现在我灵家人全来了 你还敢放肆吗 灵家真是好日子过到头了 不知道自己多少斤两 你找死啊 给我上 全都给我用手 段咋事 秦先生您没事吧 没事 七零玉的事情 这七零玉上最后一道列文 我是用尽方法都很难修复 直到最后我才明白 要修复这最后一道列文 就要你的麒麟血才可以彻底修复 段大师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到底知不知道秦先生到底是何人 何人 他敢动老子 就说天王老子来 今天会有伤 放肆啊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的父亲知道秦先生的身份 你 妈的 叫你一声大师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这个世界上没了你一个遇到大师又如何 现在我凌家所有高手齐聚于此 就算你段红再有本事 你给我必让三分 秦宇 现在连段大师都要受前列 你还要执迷不悟吗 废话 难道南宫营和段红就是你的依仗 如果你没有更大的后台 那不好意思 既然你必死无疑 算大师对我有恩 你敢伤他 看来 凌家是没必要留着了 叶婆 通知凌家家主 两分钟之内 滚过来见 给他的好儿子 收尸 杀 全给我上 一个都不了 谁都知道 你们凌家好大的胆子连琴先生都敢动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 南宫营 你居然现在还在想着帮这个吃软饭的废话 看来你们南宫家真是青黄不接啊 都是一群蜀木寸光的酒囊饭袋了 南宫顾家来迟 忘记李子恕罪 哎呀 真是好演技啊 你说他是齐炳子 南宫营 亏你想得出这种蠢话 他又是齐炳子 那我父亲去齐炳宫见人又是谁 怪不得 迟迟不见齐炳子出现在会场 原来 他是去会见林家家主了 南宫营 我好心劝你 你却一意不信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好自为之 南宫营 看在我们两家世交的份上 我给你一次离开的机会 就凭你 根本不是我们四大长老的对手 南宫营 你不必出手 我说过 会让他的父亲 亲自来收尸 你也别抢动我父亲 齐宇 你别再闹了 难道你真指望林家主来 救你这个无名无姓的废物吗 你到底要害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肯罢休 给我杀 住手 林家主到 完了 彻底完了 这怎么办呢 咱们都要被这个废物给害死了 段大师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段宏不知好歹 还想着帮秦宇这个废物说话 真把自己当盆菜了啊 那这 你这个畜生 老 给我闭嘴 林茂凯 这可是你养的好儿子 秦宇 你怎么能当众直呼林家主的名字呢 你 秦先生 是林家管教无方 还请秦先生 恕罪 怎么林家主也对他 管教无方 林家主说的真轻巧啊 段大师对我有恩 被你的好儿子重伤 我秦宇 从小江州土生土长 现在你们林家 要将整个江州赶尽杀绝 仅凭你一句话 管教无方 秦宇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我夫妻是看在南公家的面子上 对你客气点 那别不是好歹 你干 从现在来起 你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杀了你这个孽子 秦先生 这个不孝时 逃扰了江州 都是我林茂凯的责任 请秦先生 折罚我吧 怕你在干什么 那像他抢罪 我们可是林家 上京林家 林家要这个败类 还不都是你给惯的 子不教 父之过 话虽如此 但今日 谁也必须提他定罪 秦宇 林家主食大体 为了江州的发展 和百姓民生向你低头 如此食大体之人 你怎么能一直救着人家不放呢 你还想怎么样 难道真要林家主 把他的儿子给废了吗 没错 我就是让林茂凯 亲手废了他的儿子 秦宇 你真是没救了 难道你连家好就说的道理都不明白吗 就是 差不多得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人家是看南公小姐的份上 给南公家一个交代 要不然 你早就死了 秦宇 你真以为我父亲会为了你废了我 儿子 别怪我狠 怕你干什么 我今天要是不废了你 咱们林家从此就会消失 秦先生 秦先生 秦先生饶命啊 以后我再也不踏入江州半部 我求你饶过我啊 救命啊 秦先生救命啊 林茂凯 还不动手 还不快速给我拖下去 林家主 对我可有怨恨 不不不 他是罪有应得 明日 我在齐人公设宴 打算为江州举办招商会 除了叶家和苏家之人的外 你们林家也来吧 莫度的江家和上金的苏家 没错 多谢秦先生 林家主 我这就找江州最好的医生 给公子治病 我们林家 还不需要你们可怜 女儿 我刚刚听秦宇 那个小畜生说什么 江州招商会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姐 莫非这个秦宇 真的和齐林子有联系 江州会这么大的事情 她怎么知道 难道秦宇 真的认识齐林子 怪不得她一直都有事无过 姐 咱们早该想到的 你现在就去找秦宇 让她联系一下齐林子 叫她 给咱们说点好话不就行了 我 去吧 女儿 去 秦先生 那两块齐林玉修复得怎么样了 段大师 已经找到修复齐林玉的方法 早上会过后 我会再查一下齐林玉的秘密 我知道 你男公家已经不负从前 这次我会帮你 谢谢你 秦先生 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换你人情也是应该的 秦宇 我们能见一面吗 沈总 找我什么事啊 我妈那件事是我们不对 我给你道歉 千万别 我秦宇见命一条 又怎么让堂堂沈总道歉呢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就别再说这种气话了好不好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 你是不是认识齐林子 认识 我何止是认识 我了解齐林子 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 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他 为什么他跟我共度一夜 却又不肯见我 还要一直避着我 我真的这么惹人讨厌吗 他如果讨厌我 就当我的面告诉我 我沈兴阳绝不会纠缠的 我明白了 沈总是为明天招商会而来 想见齐林子是吧 鬼儿摸脚的 说了这么一大堆 真是难为你了 招商会固然重要 但明白齐林子的心意更重要 好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看看你朝思暮想的齐林子 是不是合你的心意 姐 见到秦宇了吗 她说什么了 她说愿意转高 不过我不确定她在 秦林子面前的地位 或许根本没有 沈总 沈总 好消息 明天招商会 魔多叶家和上京苏家 要给咱们投资了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 没想到那个废物 还真有点用 咱们家要翻盘了 哈哈哈哈 赏金苏家 苏天赤 拜见齐林子 魔多叶家叶明秋 拜见齐林子 都起来吧 明日才是招商会 你们不好好休息 找我有事 江州百族权贵都已被灭 有些情况不用乐观 我们想要投资 却不知道找谁合作 还请先生您指点一二 说说你们的想法 沈兴尧 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可能 沈兴尧建立妄议 自私甚高 他也配咱们的投资 如今百族权贵被灭 江州青黄不接 如果重新栽培 我们等得了 江州的百姓等不了啊 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把订单交给沈兴尧 当然 如果您不同意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绝对不行 沈兴尧算个什么东西 天羽集团宁愿自己 不止支持整个江州的经济名声 也不用他 如果为了我一时之快 表对江州百姓 那我岂不是千古罪人 就按照你们的意思 把订单交给沈兴尧吧 先生你 不必多言了 你好 这个南宫营怎么也来了 难道他也想分一杯羹 不用怕 再怎么说 我姐也算是麒麟夫人 今天见到麒麟子 把话说开了 还怕麒麟子不向着我们 她也就认识个情侣 算什么本事 我还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的女人 您是怎么好意思来找商会的 难道您觉得 那八把亿的项目 会重新回到您手里 南宫小姐 之前你一直八戒情语 无非就是想利用它 攀附麒麟子 咱们都差不多 你又何必说我 真是无药可救 你那么费尽心思的八戒情语 才得到这么一个机会 而我只需要和情语见一面 说上几句话 她就愿意为我赴汤蹈火 在麒麟子边前美颜 可见就算我如此伤她 我在她心里的地位 还是比你高很多呀 所以情语在你眼里 只是一个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工具 话可不能这么说 秦宇并非不好 只是我沈兴尧 配得上更好的男人 而且这八百亿 已经重新回到我手里了 好啊 好一个优秀的人啊 沈兴尧 拿我秦宇当狗一样用的 你还真是第一个呀 秦宇 你怎么穿睡衣出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 你有没有把麒麟子 放在眼里啊 沈兴尧 你昨天和我说那么好听 都是假的呀 你真正的目标 是重新拿回八百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一山不整 怎么能参加 如此隆重的招商会 沈兴尧 没有我 你怎么可能站在这儿 怎么 目里达成了 准备卸磨杀驴了是吗 我没有利用你 如果我沈兴尧没有能力 就算让你去说好话 秦林子佑怎么会听你的 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 你们沈家人脸皮之后 底线之低 还真是一次次刷新我的认知啊 你觉得这项目交给你 是因为你能力强 是你与众不同吗 还能是为什么 难不成你真以为 就凭你几句话 就能让秦林子改变想法 选择我 我告诉你 我感激的只有其林子 不是你 看来沈总到现在还是自食甚高 无知无畏啊 那我告诉你 其林子将项目交给你 是为了天下 为了苍生 为了弥补他之前的冲动 而你却以此当作炫耀的资本 你别太高估自己了 你代表不了其林子 更不了解他内心的想法 你衣衫不整 再次狂言 是会让大家耻笑 就是 其林子已经把八百亿项目 都交给我们沈家了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这江州 以后可就是我们沈家的天下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个小畜生 我本来不想骂你的 是你非要出来自己找吧 我们利用你又如何 谁让你那么贱的 像一条狗一样 我们叫一声 你摇着尾巴就过来了 我既然能把项目给你们 自然能收回去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其林子能把项目交给我 就说明他已经认可了我 而我 又有其林宴 我现在 是名正言顺的其林夫人 你什么都收不回去 你还是乖乖滚蛋吧 一会儿这上金苏家 和谋都夜家的人来了 看到你这副拉塔的样子 我像一个要饭的 成何体统 万事已成定局 秦宇 我想保留你最后一丝叶灭 你现在离开 从此我们互不相见 你可以攀附南公家 过你的舒服日子 而我 要安安心心发展我的事业 做我的其林夫人 沈总的想法真不错 不过 看到你们这一家人的德行 我现在 就不想把项目交给你们了 我觉得 即便让你们成为江州第一世家 对江州来说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你这条狗是真疯了呀 马上四大家族的权贵 就过来给我们投资了 你这条狗 还在这里发疯说梦话 你要是真有种 就在这麒麟宫内 让四大家族的人 把项目取消了 我们今天就想看看 到底是你这个家族 败类双话好使 还是我姐这个麒麟夫人 有地位 秦宇 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 那你就别怪我了 来人 此人衣冠不整 打扰贵族 现在我以麒麟夫人之名 令你们把她赶出麒麟宫 麒麟夫人 看来这麒麟宫的护卫 不太配合你呀 你们还不动手 难道要等麒麟子 和四大家族的人来吧 你们知道这对麒麟子的影响 有多严重 细群狗奴才 连麒麟夫人的话都不听了吗 还不快动手 沈总 这麒麟宫护卫不敢动的人 也只有一个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麒麟袍 麒麟袍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穿麒麟袍 四大家族道 各位 你们来得正好 这秦宇身穿麒麟袍 冒充麒麟子 实属大逆不道啊 不仅如此 她还大言不惨 说要取消各位给沈家的百姨投资 我已经尽力劝秦宇 可她还是执迷不悟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各位要杀要寡 请便吧 我早就说过 此人万恩负义 难成大财 没想到 还能有如此至势甚高 无知无畏的人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你听到了吧 这就是大家对你的评价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沈小姐 你想错了吧 我们根本没有说秦先生 我们说的是你 我 你们说的是我 参见麒麟先生 麒麟 你是麒麟子 你 沈兴尧 你现在应该明白 为什么麒麟子久久不能现身 为什么 会取消你的项目 不可能 你们都骗我 你们全都骗我 从始至终 我从未骗过你 是你自己 从未看得起我 是你从未把我放在心上 亲手把麒麟子 从你身边抛弃 一遍又一遍 你骗我 你不是麒麟先生 麒麟和我在一起的 也绝对不会是你 麒麟玉 唯有麒麟之血方可以令其恢复 我想你们早点告诉我 早点告诉我 你相信吗 我说过 这些年是我在帮你 是我在帮沈家 可你却认为我是个无能 是个累赘 我的话 你又如何相信 秦宇啊 好女兄 对不起你 是我永远不住我 我本应该想到的 姐夫 姐夫 我真知道错了 姐夫 你还有我姐对吧 姐夫 你们复活吧 我再也不敢了 姐夫 不想再看到这两个大字 姐夫 不要了 姐夫 姐夫 我今日的一切后果 都是我最有盈的 秦宇 你不是恨我吗 杀了我吧 我从没想过杀你 因为这个世界上 总有比杀了你更可怕的惩罚 我知道 你想收回头次 让我破产 让我一无所有 沦为其干 不 投资我不会取消 钱一分都不会少 你什么都不会失去 你只会失去我 从今以后 你永远都会记住 那一夜 是我陪你度过的 你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你最厌恶 最瞧不起的人给你的 如今往后的每一天 你都将在煎熬中度过 你赚的每一分钱 都有我的影子 走吧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是 你不要走 我不要信 不要投诉 不要钱 我什么都不要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沈总 沈总 怎么会如此 这里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原来我秦家 镇守大厦龙脉 但龙脉的具体位置 只有麒麟子才知道 而麒麟子 将具体位置 都藏在了麒麟玉的手上 秦家一些有心之人 想要利用麒麟玉 借龙脉之事 颠覆世界 那您父亲和秦霄 秦霄和我父亲 都是享受住这个秘密的人 只不过秦霄的做法过于极端 他不想任何人知道麒麟玉 和龙脉的事情 甚至想杀了你们 既然如此 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去套龙脉 用神笔点龙 将龙脉的日 彻底封印起来 龙脉之事 一旦被有心之人利用 天下大乱 好 我陪你去 这就是龙脉所在 不错 这就是龙 这是七角散 即便你是麒麟之身 在这龙脉之地 借天地之事 我想 你也扛不过这其毒 你利用我 没错 我利用你除掉了麟家 干掉了古族 找到了另一块麒麟玉 也利用你 解开了龙脉的命运 其实我早就知道 麒麟玉中 藏着龙脉的命运 但我也知道 麒麟之子冠绝天下 所以只好出此下策 只有找到了龙脉 才能令我那公寓族 有甚昌隆 金鱼 对不起了 对不起 没错 小路 这下策不够 对不起 对不起 有什么什么事 你 有什么事 你 有什么事 你 有什么事 不是 面是 你